今年流行的多种呼吸系统疾病为什么格外的厉害 需要担心后遗症吗 一分钟我们带你快速了解 综合海报新闻澎湃新闻的报道 在今年冬天 随着支援体肺炎流感呼吸道荷包病毒等呼吸系统疾病的叠加 全国多地儿科就诊量激增 成年人感冒发烧等症状似乎也更加的频繁 多家医院不得不调集医护支援 11月23号国家流感中心发布了近期监测报告显示 南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持续上升 以甲型H3N2亚型为主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的传染科副主任曾梅表示 季节性流感不可避免 之所以感觉到今年尤其来势汹汹 与三年疫情防控暂时阻断了一些流行性呼吸道感染疾病的流行有关 导致了更多易感人群积累 当今年完全恢复常态化生活以后 人们直面自然界各种病原微生物 相对新冠疫情以前会显得比较脆弱 至于支援体肺炎及时就医是关键 经过积极治疗预后良好 极少数因为坏死性肺炎可能会对肺功能产生影响 治疗措施包括抗感染治疗 抗炎治疗 止咳和退烧等对症治疗 必要是还需要进行拍片和洗肺 不建议患者擅自用药提高自身耐药率 至于如何预防支援体肺炎目前暂无相关疫苗 其实早在11月13号 国家卫健委已经提醒大家 我国各地东春季的流感流行季 一般是从每年10月中下旬到次年的3月中上旬左右 一般在1月份左右达到峰值 所以接下来几个月 大家还是注意保暖 勤戴口罩 加强防控 避免感染